海贼王下一个大节点 1100话 会有什么重磅的剧情等着我们 大家好 我是主要本 啪了一下 很快啊 已经到年底了 今天海贼王剩下的更新已经不多了 还记得年初 伟田在JumpFesta2023上的际遇 就预告过 那个家伙和那个家伙会战斗 结果这一年看到了各种对决 红发秒杀记得 黑屋子团灭特拉法加罗 火拳萨伯刺杀五老星 前大将亲自对决恩师卡普 海军英雄大战风潮道 可比一拳轰飞皮萨罗 与大雄的对峙 战头丸与黄雄的了断 以及神之谷回忆篇里的神仙打架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 到底哪个才是预告里的那两个家伙 而现在又到了另一个重要节点 1100话 先给大家回顾一下 过去每逢真败 五天都整出了哪些好活 1000话 草帽小子陆飞 猪猎猎师代对决四皇 陆飞一拳杠方开了老师 三打夜火全枪 打开鬼岛决战的序幕 把他当成战争开始的号角 也完全OK 900话 Better and Musical 这一话是蛋糕岛片的末尾 林林吃下蛋糕恢复理智 一个曼海集团全面大访工 在灵魂女王的歌声中 到达最绝望的悲剧结局 草帽海集团被无数战舰包围 最后在爆炸中沉入大海 当时漫画结尾 只剩下一面残破的旗帜飘在海上 不知道的还以为完结了 算是当时一个很大的悬念 800话 小弟就 这一话是德雷斯罗萨片末尾 小弟们与陆飞强行结役的经过 穿插藤虎用废墟域 金主苗边的名场景 最后里程 长毛大专团正式成立 宴会开始 并且预告了未来这一伙人 会引发一起明觉侵蚀的大事件 直到现在都还算是一个大坑 梅田 700话 那家伙的步调 也是篇章末尾 讲述了庞克哈萨德事件后 宁哥被两个小鬼胁迫 直去玩下七五海 消息一出立刻震惊伟大航路 先倒七五海 被奥猎师代 各方势力轮流出场 说是两年后久违的露面 罗和陆飞正式确定了 下一个作战计划 而海军这边 也是对着局势一通分析 次选宣布大将腾虎出动 本话末尾 明哥在最高干部们面前 掏出了珍藏的烧烧果实 一下子把旋链拉满 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当年这一话的剧情 可以说是非常炸裂 600话 再次出发之道 这一话是各种意义上的 城上其后的一话 草包一伙在经过两年的修行后 重新回到了香坡地群岛 却陆续遇到了各种奇怪事件 好在还是顺利会合了 乔巴遇上了纳美和乌索普 才知道自己差点被骗 索隆和三智因为到达顺序 久违的吵架场面 本人卡里布一伙 以及冒牌草帽海集团 正准备搞事 阴差阳错把卢飞本尊请到了现场 末尾伙伴们聚集在三年号上 雷厉宣布 群员跨越了各自的两年 终于到了再次出发的时刻 有算是正式宣布 下一个阶段的冒险开始了 回顾一下过去的整百画 似乎伟田都不会轻易放过 这种特殊的节点 也就让马上要到来的 1100画有了期待 按照目前的剧情速度 1098画交代完精灵的结局 和波尼的身世 那么1099画 应该就会交代完大雄成为暴君 以及波尼如何治好决阵的经过 接上现在的时间线 给这个从1095画开始的 大雄记忆片画上一个句号 这段故事 其实是从波尼被五老星抓住后开启的 很可能就是波尼 从大雄记忆中看到的内容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没有看到神之谷的玩者经过 除了伟田不让以外 大雄一望科夫这些人 也确实没有经历过 神之谷事件的下半场 全面流到以后 那么当这些记忆展示完后 大雄精灵的悲剧 天龙人的罪恶 应该也会让大家的愤慨到达巅峰 一切就如同当年 香坡地群岛的人口拍卖场 路飞卖过的那些台阶 每一集都是沉重无比 而接下来迎接天龙人的 将会是来自低之一族的 狂风暴雨 没错 1100话 路飞也敢拿出一点行动 给大家出出气了 对上当年的香坡地群岛 之所以会成为天龙人事件 就是因为路飞的人 在怕漫场出手 狠狠教训了天龙人 和他们的爪牙 救出了身受人类压迫的 愚人族同伴 这些内涵放到现在的 弹剑岛 依然可以对号入座 代表天龙人的是 无老星之一的撒探 而被压迫的是 另一个几乎灭绝的种族 巴卡尼亚族的幸存者 大雄 以及绅士坎坷的波尼 而不变的 还是那个第一 路飞已经从当年的超新星之一 成长为今天的四皇 更重要的是 他已经解锁了 让一母无老星 最忌惮的妮卡形态 在7095话 路飞一记白心枪 干方还原后 进入了五档的历劫状态 路飞并没有擀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恢复 就像技能冷却一样 时常在前面的1007时话 路飞乘车时 已经有过提示 上车时还是干别的 32秒下车后 已经恢复了 所以可以肯定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那么当波尼快被 萨坦处死的瞬间 谁来纠缠呢 应该就是前几话里 一直在不断赶路的大雄了 在越过红土大陆后 再加上现在的大雄回忆 几乎可以肯定 大雄就是朝着弹剑岛而来 因为已经过去了一天 他完全有时间 在紧要关头赶到 而他抱走的动力 很可能就是因为对波尼的爱 虽然失去了意识 但是想要保护家人的心 没有变化 失去一切的大雄 不想再失去波尼 所以奋不顾身的 来到了这片战场 给这个篇章 探讨科技与情感的主题 做个小小的升华 而当大雄和波尼 再次被五老星和海军包围时 那个亮仔就该登场了 陆飞重新开启舞档 让解放之谷的声音响彻岛屿 那个已经苏醒的古代机器人 将得到乔一波一的召唤 重新回到战场中 给这个世界来点小小的震撼 最后帮助草猫一伙 和毕加旁克离开制作岛 而波尼和大雄 如果能带走遗留在实验室中的记忆 也许大雄真的有机会恢复了 一起来期待下未来的剧情吧 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 1100话剧情的小小探讨 欢迎在评论区 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 我是猪爱本 我们下期见